嗨 大家好 我是大師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IG、FB、Twitch、Bilibili還有Discord 今天介紹的角色 英劍萍 是登場於神魔之尊傳 在電靈幕 獨行 英不忍殘殺又小的夜吃 而被掌門 英奉人逐出師門 天賦的部分 6星的情況之下 主動發動攻擊 對戰中傷害提高20% 若自身氣血高於80% 則主動普通攻擊 觸發追擊0.5倍的傷害 若氣血100% 則追擊轉化為連擊 且傷害提升至0.6倍 也就是說 追擊會變化為連擊 並且多了0.1 5內的部分 淋浴石不夠的情況之下 點完下路的吹角 就可以直接走上路了 如果還有足夠的淋浴石 下路可以點到全屬性加5%即可 當然 你真的沒有淋浴石給英劍萍的話 就只要單純走上路就好了 但我真的建議 點完下路吹角 之後直接走上路 魂石建議 荒哲 3枚的效果 普通攻擊傷害提高了20% 羅鬼 3枚的效果 傷害提升10% 主動攻擊對戰中免傷10% 不過我自己是都只帶荒哲 主要還是要因應情況去做搭配 技能與魂石的搭配 基本上我只帶荒哲 而且只要你配了荒哲 劍萍就會變成砍亡了 熱場推斷的話 技能可以帶飛星 融會貫通 疑形 或是把疑形改成吹角 融會貫通可以讓劍萍第一回合之後 移動力變成4格 而且戰後回血是本次傷害的0.3倍 疑形 則是對戰前十目標身上一個有益狀態 變為隨機的有害狀態 吹角 就是為了提高自身物攻與物防各10% 如果是打PVP 或者PVE 技能可以帶無方飛劍 融會貫通 疑形 或吹角 總之 吹角 是個萬用的被動 疑形 可以用來打PVP 基本上 融會貫通 是必帶的 以上填法與技能搭配 僅供參考 武裝法有很多種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 IG FB Twitch Bilibili 還有Discord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影片